那重点是 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想要知道 像刚刚最早的时候呈现 最早的时候呢 这个图我想要跟你们分享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最早的时候是不是 因为2014年2015年 它的一个数量是不是很多 我们也知道它有季节性 可是我们会不会希望知道 它好发生在哪几个 例如说村里 这是很值得我们去研究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再复习一下向下探索 刚刚的探索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点选2014年 点到2014年之后 这是所有的县市 所有的县市的探索 这里它就排排站了 所有的都在这边 但是我现在想要把资料归复到最原始 这个2014年点一下 这个意思是 接下来我就要跟各位介绍仪表板的概念了 仪表板原本我们探索是只有在这一张报表里面探索 可是我现在要扩展到其他仪表板 其他的报表的探索 所以请各位来去观看第31页 您看一下 当我原本在这一张报表 应该各位有印象 就是当我们今天来去谈这一张报表的时候 它是可以去继续向下去延伸了解 就是登革热号发生在哪几个月 可是当我今天我来去做仪表板的探索的时候 它会得到更棒更多的资讯 例如说我今天我现在是不是想要去知道2014年 2014年为什么看2014年 很单纯的想法就是因为它很高 登革数很高的那一年我们要去看 可是接下来我们要去看就要去看什么 它在高雄市很高对不对 就是其他的城市好像都不是很高 有没有看到这个浅色跟深一点的颜色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就是说整个高雄市累积起来 在2014年这么多 那2014年几乎这些所有的量都是高雄市 所以我们是不是会关注高雄市这边发生什么事 所以接下来呢 我就想要去继续探索高雄市哪几个村里发生登革热 对不对 从地理的角度来去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在这个地方因为行政区跟村里它已经建立关联 所以它照样可以去做这件事 向下探索 所以当我现在我点了这个按钮之后 然后点高雄市 您看这里的城市全部过滤掉非高雄市的 例如说这边只剩下三明区 大社区 大辽区 好 依此类的我就不念完了 所以各位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会想要知道 这个前几名 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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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没有聚在一起 就是当我们在做分析资料的时候 我们都会先去看那个最高的嘛 如果 这几个 例如说三明区 隔壁也爆发 然后上面也爆发 附近都爆发 这样是不是会 整个会慢慢的扩散 所以呢 这个时候 这个点就关掉了 我们来去看一下 三明区到底在 地图上的什么位置 假设今天 我们要去讲解这件事的时候 是不是要最好把地理位置也标出来 然后 这个 这个村里跟 另外一个村里之间的距离 远近 是不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资讯 所以呢 我就先点一下这个 三明区 在这里 绑错键继续按住 然后点 第二个 例如说前证 因为前证也很高嘛 有看到吗 距离不是很远 再来还有这边有一个叫做 这字也蛮小的 我放大一点来看 这个叫做凤山 高雄凤山区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三个村里 距离是在这边 高雄应该知道 也很大嘛 没有新北市大 可是 它是不是距离是附近 这代表什么意思 我们是不是会更有兴趣知道说 2014年 高雄市登革热 三明区 发生了什么事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可能 又会去结合 新闻 因为 因为你要知道 建古之今 所以这边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看一下 最大的搜寻引擎 Google 然后接下来我就直接在这边输入 关键字 例如说 登革热 抗疫格 2014年 高雄 你看后面还搭配死亡 我们这边只有讲那个 登革热的八病数 并没有讨论到死亡数 好 我们直接按一下Enter 您看一下哦 在这个地方 你看 维基百科 还有专业 专业 2014年高雄市登革热疫情 那我们来看看 他有没有记录三明区 因为三明区刚刚是不是最多 好 您看在这个地方 他说 2014年高雄市登革热疫情 因为什么什么关系 然后 好 这是第一句话 可能没有介绍到 可是您去看一下哦 三明区 有看到吗 他在这一段 他就有写说 三明区这边 他说 2014年11月 为防止疫情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举办 抓蚊子比赛 我们新北市 好像没有办过这样子的活动 然后接下来呢 引海水灌注三明区 为什么是三明区 因为那边疫情最高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那当然 我的意思是要告诉各位 当我们在做资料分析的时候 你看 从最早我们资料搜集 资料搜集完毕之后 它形成一个表格 然后接下来你是不是要去做分析 分析要向下探索 您可以知道它有没有季节性 然后接下来呢 我还可以跟什么 地理资讯结合 结合之后呢 我就知道说 哦 发生在或者是 在哪几个地方 有没有扩散 这样子的一个研究 或者是最后 我跟新闻时事的结合 您是不是就会知道说 在什么时候 有发生一件什么事情 各位 这些都应该要形成经验 如果你有一次 两次 三次 知道了 做过这些分析了 请问 当下一次 下一次 我们 例如说某一个行政区 然后发生 十个 然后呢 又隔了 隔了一周 发生 三十个 又隔了一周 变到例如说 五十个 这个时候 你可能就会 很有那个 危机意识 就会想说 会不会有一个 扩散的可能性 好 这个疫情扩散 然后接下来呢 您是不是应该要赶快 让就是 因为你是掌握资料的第一人 而不是你的主管 你是不是这个时候 就要立即赶快去 进行一个 就是说 数据整理完毕 跟主管报告 所以呢 这是提供给你们 去做一个参考的地方